嘎啦啦啦啦 嘎啦啦啦 嘎啦啦啦 我們自己種的 花生葉蒙子 仙草然後再打碎 我們在嘎嘎啦啦啦啦啦啦 節目中可以看到排灣族的女童 跟著母步 曾祖母學習傳統美食 從種植 採收 倒米 製作 與親朋好友一起打造不一樣的畢業典禮 像芋頭就是種 然後收 然後烘乾 然後磨成粉 然後做成那個奇納夫 對 都是自己來 對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 學到了 我就學會了做傳統美食 另外同樣也是排灣族的歌手戴愛玲 這次也參與節目的影言 講述排灣族的婚禮文化從中受益良多 自己可能比較年紀小的時候 就去平地唸書了 其實藉由這次的參與訪問 還有看到節目的內容 我覺得自己更認識更了解到原住民的文化 甚至是我自己排灣族的文化 我覺得我自己也跟著他們一直在學習 這是Discovery頻道首次與原民會合作的 台灣部落寶藏系列節目 從信仰記憶 飲食生活 建築工藝三大主題出發 有呈現90歲泰亞族長者保存泰亞族港仔的傳統規範 還有阿美族青年如何透過訓練 晉升新的階層等等 要帶觀眾深入來了解各族多元豐富的文化樣貌 透過我們自己的文化的介紹 讓他們可以找到適當的方式來傳播原住民的碎石記憶 跟美食文化跟傳統建築 我想一定會讓我們更多的觀眾 來瞭解我們台灣原住民族的特色 這次Discovery頻道前往七個部落拍攝 要用影像來說部落的故事 從六月八號開始 每週三晚間十點將在全亞洲首播 記者 怎麼這麼 Lulu 台北市採訪報導